大師,有另一則新聞 就是傳聞 北京將重手對付民主派復會後 拉布抗爭的行動 今天在北京召開一連三日的人大常委會會議 將會加入議程針對有關問題 預料有多名民主派議員因此被DQ喪失議員資格 以知至少有四名泛民議員跌入DQ高危區 包括在今年原定九月立法會選舉中 被蝕奪資格的公民黨楊岳橋、郭榮鏗、郭家琦 和專業議政梁繼昌 如果真的早就在2016年之後 人大常委會第二次出手DQ香港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怎樣看呢? 他是根據《國安法》 因為《國安法》已經規定了他們不可以貪婚議會 是 癱瘓過政府運作的 涉嫌違反《基本法》104條 還有《國安法》 因為《國安法》已經說明了 應該是第三條之類 因為大家是牽涉到議會的職站 因為違反《基本法》104條 這是一個《基本法》的問題 如果再違反《國安法》 請他認識法的問題 整件事不但違法《基本法》 還違法《國安法》 《國安法》應該是第三條 有提到你一定不可以是政府有效運作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我相信這個DQ 就是說現在他們也不太害怕你 現在你夠膽再出來說 對不對? 所以不如索性 就是做盡一點 做盡一點應該有利於 明天的選舉 所以他就是 現在第一 就是DQ了 第二 再看看你們 擺明去 坦會議會 究竟是否有沒有 會不會是拘捕這個問題 因為你這樣做的議會 其實是違反《國安法》 所以 所以 不是他 至少就我所知 當日的選舉 不要再說胡志偉 也有事 當然他出來說得明白 他出來說得明白 所以 其實整件事就是 你要是 在議會的規則上去運作 你不可以用癱瘓議會的方式去運作 不可以再 而且是說明你自己這樣做 就更加不行 你不可以用癱瘓議會的方式去運作 你去運作議會 不然他就當你是 本身已經是一個 不合法的 議員 會不會最後 都會被DQ 胡志偉 我覺得 這個真正的問題 不是在這裏 真正的問題是 究竟他們 會不會被控訴犯《國安法》 因為5年至10年 而他們是很明顯犯了《國安法》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DQ 我認為如果走到這樣 基本上已經達到90%的機會 是DQ 是的 那就先看正式公佈 但問題就是 亦都回到一個問題 回到一個問題 你這些是有少少自取其辱的 即是說 激進派是叫你不要做的 譬如陳淑莊沒有做 對不對 你自己回去做 你又要玩東西 就要說議會戰線 其實你知道 要回到議會戰線 是不可能的 陳志全、朱凱迪都沒有做 是的 現在說 你要做AA回來做 再被DQ 那整個地位 你會更加失敗 即是說 鄭松泰 會比較聰明 即是說 我又回到月美心 那些人會比較聰明 即是你要知道自己 我都說你自己要自 即是你不知道自己的實力 去到哪裏 即是說 現在整個黃絲的陣營 他們的問題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實力 去到哪裏 你不知道自己的地位 去到哪裏 這是最大的問題 正如我說 你妄議中央 你們自己的地位 是一個狗的地位 你不應該去 商量拜登和特朗普 兩個那麼高的地位 你們自己支持誰 你憑什麼支持特朗普 你有什麼身份支持特朗普 一隻狗可以支持誰做主人 你明白嗎 即是說 你們只是主人 主人不是養了狗 主人是一個大農場 狗只是其中的一部份 有雞 有馬 有牛 你狗只有一部份 你狗 可否能夠控制 你哪個主人 可以去搶農場 基本上你自己 不是那個地位 即是黃絲的問題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地位 你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你不知道鏡 你不知道巴格林巴黎在哪裏 即是說 當初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去年的黑暴事件 你黑暴事件到最後 不是因為你討厭共產黨 因為討厭就是這樣 而是因為你說他沒有了道 你說他沒有了道 他說共產黨沒有了我 我不行 香港那麼重要 沒有了香港的錢 你們共產黨的人 你們中央的人下來的時候 去哪裏貪污的錢 那錢去哪裏 是不是 你沒有了我不行 然後跟著說 我有美國照 你落到河北出了帳 你敢立法 你敢立法 你敢立下三條嗎 到了最後 不是因為你對他的憤恨 而是因為你對他的無知 你不知道自己的生態位 不知道你的地位在哪裏 如果你不是 現在你穿到台灣的人 不是代表我一早 我已經遇到第一人 穿到台灣 原來對方打得那麼厲害 我不肯了 我走了 原來你還不敢去對抗 你再走 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地 或者生態位在哪裏 你自己以為自己是唐臂黨居 明白嗎 是唐臂黨居 就是你不知道他再不行的話 爺爺再不行的話 都說瘦死的駱駝給媽大 就是你不要在那裏叫囂他 明白嗎 你在那裏叫囂他 你見到那個 學校那個 最大隻的人 被警察鬥 你就覺得你可以 咦 不是啊 我就可以當場面 不如自權他被警察鬥 不如我罵他媽媽 我罵他什麼 他不害怕 誰知道他都打死你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生態 或者更加何況 你發現那個人 原來那個大佬 原來他是不怕警察的 現在是夠了 和警察對抗的 晚上還會伏擊警察 拿棍子吐 就是這樣 明白嗎 就是那個 整件事你以為 然後整件事你以為 是 成功的 成功的 然後你自己不成功 你不知道自己的生態 你自己的生態在哪裏 你自己的生態 是食物鏈的最低層 當你確定 你應該是去到 好像鄭松泰那樣 是吧 原來 然後你發現 你以為 你以為那個人 是可以對付你 學校 最惡的那個人 嗯 學校到 你本來是生態 你是最低層 從7 你以為街上那個人 不是警察 警察也好 你以為街上 第二間學校的那個人 警察也錯了 你以為第二間學校的那個 那個惡醫師 可以對付他 誰知原來不是 第二個惡醫師 現在被人打 為了他生病了 第二個惡醫師 還生了 還生了 肺炎 還被人打 隨時過不過得到 這關都成疑問 對不對 於是你 於是你 整件事 你就搞錯了 那一刻 所以鄭松泰是懂事務的 你要是你就不要 你要是 我自己的意思是 你要是 你就直接不要 接受你 現任 是呀 就是為了陳述霜退隱 你以為你自己 你接受完隱 你就要知道自己的生態 在哪裡 你以為你自己還是以前的生態 你還可以以前這樣搞事 你就真是傻狗 是不是 那你就傻狗 你現在傻狗 你現在傻狗問題 你不是被DQ 你以為你是坐牢 還有一件 去年的人搞錯了 就是你以為 香港 不會制裁香港的 要不然 大陸那些貪官 高官 如何在香港花錢 就是不想 對香港花錢 哈哈哈哈 沒錯 好 另一則新聞 陳茂波公佈 明年到六月到八月 香港進行一次大型人口補查 也是有這個需要 都很久沒有做過大型人口補查 都要看看情況如何 這次人口補查 都蠻有用的 因為香港的經濟情況 明年六月到八月都蠻差 我看看他會問 會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除了人口補查之外 整件事 你會得到一個結果 到時再說 香港是需要的 因為整個社會氛圍改變了 是的 陳茂波在網上說 統計處將會加強使用資訊科技 進行數據搜集工作 即是那些大數據 希望真的用大數據 例如讓這個 普查員將收集到的數據 即時輸入系統 或提供已經加密的網上問卷 給市民填寫 有助提升的效率 和減低疫情的傳播風險 他還知道明年在疫情 另外 人口普查需要招聘查核員 親身上門和住戶面談訪問 統計處將會為前線人口普查員 提供適當的訓練和防護裝備 保護他們 以及受訪住戶的安全和健康 這是很奇怪的 如果明年去做 疫情還在 這些都會比較混亂 現在很多人都不讓陌生人入住家裡 如果出了健康碼的話 現在的人口普查 即是等於健康碼 即是等於是 你是不是我都會強行來的 你不是 即是 它是一種 亦是一個政治目的 因為如果你接受人口普查 你就可以接受別的事情 因為你們一向都說 阿姨阿蘇摩樂哥 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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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做人口普查 你說我做 我是做的 還要做大一點 是 即是有政治原因 至少 就算沒有一個政治原因 都會有一個政治的副作用 是 應該也遲了 另外就是 最新消息 查氏家族的後人 香港興業408的主席 查茂昇 就離世了 77歲 大師對這個 查茂昇有什麼評價呢? 雖然他做了亞洲電視 我是做了亞洲電視 他是亞洲電視主席 我是做了亞洲電視的行政總裁 又是主席 你喜歡做什麼都好 不過不是那個亞洲電視 查氏家族就是查濟文 是一個很老外國來的 他是父二代 雖然他出了一些 好像1979年的時候 有槍擊事件 就不知道什麼事 查濟文 當年跟查梁蓉 一起提出了商查方案 那個人 我只不過對查茂昇 特別有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官商有傑的事 其實當年他最出名 是做余景華 查茂昇主要是做余景華 因為已經沒有了紡織事業 因為後來已經沒有了紡織事業 因為後來已經不做 他們全部都是做紡織 賺了第一桶金之後 然後再發財 即是好像田市 全部都是 香港全部都是那些 全部都是那些 用那些錢去賺出來發財 賣了地產 但我要講一講余景華 余景華 其實那個地本來就是另外一個 叫黃 不知道什麼 然後到最後 一壓就被蘇聯莫斯科人行之類 即是蘇聯勢力抵入了 然後香港政府就不想 一壓就這麼大的地 在蘇聯手上 那時候冷戰期間 所以查茂昇 查茂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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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了錢 現在是那裡講20億計的錢 即是當年 1970年8幾年 1970年8幾年 幾十年前 於是那一筆很大錢 但是就侵犯了出去 侵犯了以後 你這麼划算 你這麼划算 於是便被你發展 於是便會在那邊發展 就在那邊發達到今天 原來發展如景灣是這樣的故事,我不知道是否有聽過 你知道查維基百科,我當然是聽過才查 因為很久之前,一周刊吳的報道 我以為整件事跟蘇聯有關,我們先去看看 整件事就是這樣 這件事是一直說的 什麼叫做官宋後見,這件事絕對是官宋後見 但這是好的官宋後見 即是說,如果政府不能夠派堂,有官宋後見 但這件事是港督不是代了錢的 我知道官宋後見還是官和商 是為了阿公的事情,你批了這件事 我就給你一件事 那時候我就給你一件事 所以整件事是比較有效的官宋後見 如果官是沒有派堂給有錢人的權力的話 政府是做不到事的 所以反對那些人在說官宋後見 因為那些人是第一,不懂管治 第二,就是累死香港的人 那些是泛民,那些是愚民 即是愚蠢的人民 所以你除了那些愚蠢的人民 你除了掩著他們的眼睛不讓他們知道 要不就抓他們去坐牢 要不然你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那些人是太蠢 或者那些政客太蠢 這些就是好的官宋後見 正如當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都很出名 但我就不說說誰 因為我不敢得罪他的後人 他就是有一筆很大的存款 在匯方銀行 在匯方銀行 有人提款 擠提 在六四、六五年的時候 港英政府打電話給他 你不要提款,可以嗎? 可以,沒問題 結果擠提完之後 就給了一塊土地 然後他的土地就賺了很多錢 同一個案子一樣 或者是人人都知道這個案子 就是八七年的時候有人輸了旗子 公司輸 然後輸了十億 不走數 因為你突然輸了這麼多 不走數 你這邊不走數 你輸了不走數 那裡有人贏了 贏了就賠不了 公司就收了旗子 明白嗎? 公司就找了他去 反應別水港數 他賠了六億 是 是 那也叫做 撂了一件事 是 那結果 香港政府 都送回你了 後來的地 給你多點 那些都是送回他的 但是在這些事件之中 港督是沒有貪污的 沒有貪污 所以整件事 你跟我說話是說大聲 好 你大聲 因為有時你不是對著咪 所以 這些是好的 官收結 我認為你不是牽涉到私人利益的時候 是公眾利益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官收結 你如果政府沒有派堂的能力的話 基本上政府是沒有辦法運營的 那些人經常都不想官收結 結果你沒有官收結的話 我寧願官收結 然後我們有屋住有地 有地 有地 然後他們說 你明明給雙人賺錢 雙人當然是賺錢 但你如果不給雙人賺錢的話 你根本上沒有樓 現在大家就是說 現在大家就是吃雙獨老鼠的問題 整個香港的社會就是完全失智 是非常愚蠢的 就是一直都不給人家賺錢 現在就是你不給人家賺錢 然後你扭價升 那些人一定要賺錢 現在就不給人家賺錢 但是你卻扭住 現在你沒有扭住 香港經常都有 香港人經常都很愚蠢的想法 就是說官商勾結 說什麼 但不知道這個世界上 其實如果官商不勾結的話 你們做小民的就更加什麼都沒有 那如果你這麼說 李嘉誠發展天所為都是類似 即是怎樣 我查了再談 但是你剛才所說的所有事 都是發生在港英靖民地時代 現在根本上就不給你這樣做 現在根本上那樣事情 是條手計不穩 是條手計不穩 也是整個政府沒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整個政府沒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政府沒有這樣的能力 就是最重要就是政府有想法分明的能力 對於這些權貴你有想法分明的能力 而想法分明的能力 你必須要是政府本身是公道的 而且是沒有從中貪污的 但是香港其實 回歸以來是毫無疑問 沒有了這個能力 無論你是 我不說有沒有貪腐的問題 但是你就沒有了這個能力 人民亦都沒有 但是曾蔭權那件事也挺麻煩的 如果你這樣說 分得不均勻 分得不均勻 如果你說貪腐 最上層的就是曾蔭權時代那件事 你給我普通市民的印象 你說九七年之後有沒有官商 有沒有什麼貪腐 我第一時間就想起那件事 但其實那件事的數很小 不知道 通常是你看到一隻蟑螂代表有100隻或1000隻蟑螂 而且其實關不關 其實社會的資訊都透明了 你現在說回靜民地時代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社會有沒有這麼多討論的聲音 現在就 第二天就討論 所以現在的社會就是什麼 你要是硬是你才行 就是說到最後你這件事 但是你本身的上層是要很廉結 你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你覺得以前講英時代的 上層建築是廉結的 因為上層建築本身 他真正的不廉結 他真正的不廉結就是在渣瘟 太古那些大行 就是因為他本身有一個 Supremebeant 有一個Supremebeant 在上面在英國 英國是英國政府的領 而實際上他們就要有責任 去聘請渣瘟 太古那些英國人 所以他們的社會地位 香港的港督社會地位 是低於匯豐、渣瘟、太古那些大班 所以他們是不能夠不廉結的 因為那些人都盯緊了 正如奧巴馬、特朗普 他們本身是不能夠不廉結的 是不廉結的 但是到最後別人退了 有些人會聘請你才可以不廉結 因為他們本身這些事情 你由一個老闆變成一個小子 就是華盛頓本身是一個大地主 但是後來你打工仔 政治管理的人的地位越來越低 你就不能不廉結了 因為你是被人盯緊的 當你政治控制經濟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廉結 當你經濟控制政治的時候 政治是必然的廉結 但問題是廉結完之後 那些錢都是給你老闆 即是你說特朗普、奧巴馬 後面還有共濟會 還有那些深層的地位 是嗎? 然後他們就要付錢給他們 所以他們才是賺大錢 他們才是最大的得一者 永遠都是有一對人的借問題 那些人是比較得一的借 那就是 茶茂星的事講完了 另外一個老演員 余慕蓮 亦現在就在ICU插喉 希望他驚人天上 之前是說他不知道什麼有事 廢千為快 然後又說他有血藍 所以就不知道在哪裡 插他的血 余慕蓮是一個經典 他的經典是 他的經典是 他故然喜歡做醜樣角色 但後期他就變成慈善家 出錢出力地做 這些人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無論如何 你是很專心地做了很多事 所以大家都很為他 他的聲明 作為一個醜角 他的社會地位本來是很低的 但你憑著自己的個人努力 你沒有提高到你的金錢上的 但你也提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 你認為大家是很尊重的 對 跟他合作的藝人都很尊重 然後又出錢出力做慈善 更加這些慈善是真心出法的 這些叫做 太上有三筆樓 立德、立言、立功 我們所說的都是立言 立功的意思是 可能你是 張法 那些是立功 那些是做了些事情 或是找到錢 他其實是做了一個品行出來 這一個情緒比較高 那些人問我 我做過亞姐訪問的時候 那些人問我 他問我 可不可以坐正一點 我去做 我說真的不行 即是他本性問題 本性難移 希望余慕蓮小姐 就可以 激人天上 因為他仍然很年輕 那些人會有很多人 所以他現在是有很多人 他現在是有70多 我現在是有70多 那我叫他有90多 他應該有90多 他應該抹到90多 是啊 他現在不是拜登 他現在是8多 拜登也是他 拜登三多 拜登先把你拜登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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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